Hello 大家好,Ray1です 这一张7周年的纪念卡 我相信现在不管是日版还是国际版的玩家都拥有啦 然后就通过任务嘛,再加上登录赏就可以把它练满 并且采新掉,那么这一次的话我是想要把它给拿出来使用一下吧 因为其实它的能力啦,看着还蛮不错的 队长技什么我们就不管它啦,反正只有100级的角色是强不到哪里去的 必杀效果的话超特大伤害,7回合攻防上升 这边的话就是整体来说可以叠4个回合啦,所以就是连击给的它越多就越好啦 那么被动方面嘛,自身的攻防77%提升,战斗开始 每一个回合经过自身的气力就会加益 它这边的那个回合经过就跟最近才刚推出的 素数的那个金佛啊,是一样的 就算是它没有登场,回合经过了 它照样会获得能力的提升 然后这边的话每一个回合经过除了气力增加还有攻防11增加 最大其实是7%啦 也就是说 只要回合经过7回合,它就直接满了 不是它每一次登场才需要这样子 然后7个回合以后攻击再加77% 非常非常的高啦 然后最后就是取得7个以上必定会星啦 这个是最难触发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当说它不存在啦 可以触到的话那是当然最好 所以这边的话我大致上是给了它一个 17点的连击跟11的会星啦 就15连击11会星啦,毕竟它是技术的 技能异这边其实就随便放给它啦,比较用不到的东西 然后连接方面 就剩下灵战态势还没练满啦 老实说我是从气中连开始就一路在练下来 就偶尔把它拿出来练一练,练到现在啦 几乎都快满了 OK那么这一次的话就把它给主来使用啦 纯粹赛亚人的队伍啦 因为它也吃不到200%队长,基本目前为之 跟它做搭配的就是 技术的这个双人嘛 不变身啦,就从头到尾不变身 才可以吃得到45%的攻击跟 5%的防御嘛,不过因为灵战态势没练满就只有4.5%啦 普助,然后这两位就一起吧 虽然说连接不好,不过没关系嘛 vs未来的树敌啦,随便选一个关卡 关卡是随便选 OK这边的话就想要看一下啦 到时候它总共可以打到什么程度啦 应该可以蛮强的啦,这一位 OK 这边的话 就有一个普助存在 然后连接全满了 栗战的战士是吧 还是精益的速度 嗯 嘛 少了一个是龟拜气光还是什么 战斗民族塞了嘛 嘛嘛嘛 777722 这个是初开场然后不断开必杀它就会越来越强 OK 抄必杀 Exact 这边的话我们就随意吧 我是有带了加工道具啦 两个 一个就是部马 然后另外一个是未来部马 都是加工房 然后另外一个是回血加工 回血还是要带一下啦 因为这一位的话不确定 它能力到底在哪里 它的极限 我还蛮好奇的 到现在还没用过 呵呵 第一次啊正式把它拿出来用 第一发必杀 103万不够高 不过也不出来 可是连击 连击不给力啊 不过它第一回合就登场 其实蛮OK的 这样子的话 它的被动已经开始在走了啦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它们这种能力啦 每个回合经过是它要自己已经登场了 才开始计算 还是就 只要回合再走 它就在计算 这个算是蛮好奇的 可是这个也没办法去弄明白 其实也不是没办法啦 是有啦 只是自己有没有去做罢了 哎呀我忘了把那个登场动画给开上来播放啦 这一次的主角是我们的7周年纪念卡嘛 就不要让我们的 这个7周年双线卡这么浪啦 这个 这一天实在有够嗨的 OK 这边的话就在这个样子嘛 OK 发了一发必杀三个回合经过 11万的防御力啦 这个这个这个 不错不错不错 相当给力的那个提升速度啊 那么这边的话就轮到 我们的超次果击他就给他吃多一点 可以跌多一点 101万 超旧是101万 各位上一轮有补助吗 这一轮没有补助没办法 110万 Horra 好像有点弱 哈哈哈 不过二连发那么防御力方面应该是有相当的保分 我相信 有机会比我们的计算人还要来得高 他的防御力 OK 385 那就 不怎么样了 乎乎乎通通 Gogita 还没出来 现在是 Super Saiyajin 4 Sungoku Do Super Saiyajin 4 Fegita 还以铁头弓 飞天脚 龟派气功 Finalysis 然后 没办法把地方炸死 OK 前属性Gato Mondainas 还是会打出伤害 那个防御力有够低的 没有200%的队长影响还蛮大的 OK 这边的话 诶 有普通也就这个样子 嗯 嗯 哇 我的天啊 其实这边就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啦 就打吧 打吧 哦 495 有普通就是nice 下一次我们的七中年纪念卡 再一次登场 就是第五回合啦 诶可是他这边这样总数加上来也是有210%的攻击加成诶如果全触罵到完 满满给力的 其实这实际来说是满给力的 诶这边这边可以吃到七颗猪哦 OK有 那么就必定会新嘛 然后第五回合 哦 20万的防御力啦 哇 吃 哼 哼 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 不错不错不错 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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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可以吗这个速度大家 哈哈哈 很棒诶 20万的防御力 以一张纪念用卡来说超级猛 是不是 我觉得超级猛的啦 没得闲啊 非常的优秀啊 诶当初我应该早早就把他给拿出来尝试用一用的 不会啊 必杀在这边 妈妈妈 就减长30%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4400 然后下一轮再次登场就是他的 七回合啦 可是那个七回合以后啦 就 不确定 现在131万嘛 我们看下下一回合因为有捕住 看有没有超过200万的输出 如果有超过200万的输出 那么就 就 说不定就是七回合一到他的那个就会补上来啦 OK 这边这个样子 再配上这个样子 哎呀 超市双人就 比较衰小一点 全属性Gato 没错了 全属性效果白群 522万 反正这边有七周年的两位保底啦 我们是蛮安全的啦 怎样关卡都是打得过 而且速度也不会太满 毕竟就是 七周年纪念卡那一个赛 打不死 我们来到这边还是可以把地方给解决掉啦 OK 留一把给我们的超市双人 可以开一个必杀 提加攻法 470万 流坑 他最喜欢的 其中幽默 OK这边第七回合 再配上 没有理由这个没有必败气功 真的是没有必败气功 讲不到是 OK这边是全满嘛 3333333 小豆妈帝 小豆妈帝 30万的防御力是什么鬼 小豆妈帝 一张免费卡 错了 一张纪念用卡30万的防御力 然后 气壳主 必定 必定会行 OK我就看一下这一轮的输出可以到多少 sar 見てます 普攻完全没问题哦 普攻完全没问题 绝对扛得住 30万的防御力 220万 OK那么 一到第七回合 他的那个 Extra 70%就直接加上来 连击 没有连到 稍微有点小可惜 不过 不过是可以解释 哇啦啦啦啦 70万 30万的防御力 实在实在 然后这边开的必杀防御力又在上涨 我还是被打30出万好痛哦 这个就没问题啦 痛痛痛痛 可是 可是 真的是好猛啊 输出力度当然是没什么好说啦 但是防御力度 确确实实就摆在那个位置啦 大家 很 很高 真的是很高 哈哈哈哈 没什么好嫌 不用不用去特别去嫌弃他的嘛 对不对啦 就是这么棒 真的是很棒很棒 可以啦可以啦大家 不死呦 纪念用卡都能这么一个萌法 妖怪 OK 这个 没记到什么的 OK这边就简单 这么个白发 不过这个队伍血量还蛮多 54万就没什么好担心 476万 超必杀是开的 可是差了两个点的气 没办法 必定连击必杀就靠自己的潜能点啦 10点的连击多呀 没有 残念 如果最可怕的还是最后的雷吉他 如果中一个必杀可能会直接升线 因为防御力 不过上一轮的话 他是被克署啦 慢慢忙 雷吉他应该扛得住雷吉他 雷吉他 可是在这之前 还有我们的这个 七爪年爽神 七爪年爽神 如果被比赛季干爆的话 我一定会笑死 267万 Joya Final Flush 水啦 Slang MotoMoto Final Flush 卫星还没有 星蓝三连法啦 这个是什么鬼机的 Final Flush 再来 没有啦 好爽喔 就要他三连法 我没开路耶 这是我自己的没开路耶 好有的话就算了 我自己的可是没开路了 这个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狂 少掉的普助 剩下27万的防御力 但不得不说 真的是 强 真的是强 Spit 下一轮会有 Gurkan 那么就不太 需要特地去回血 27万啊 啊7 銅拿 谁啦 啊41万 ् 纪念用卡 单单一个纪念用卡 我觉得是这七年来最强的 主要体现是在于它的防御力上面 大家如果是 比较缺卡 或者就是现在国际版刚刚开始嘛 就很多玩家才刚刚进来做新手的时候 任务做满 这个纪念用的七周年纪念卡 不要把它拿去练技 或者什么之类的 直接 直接跟它练上来 像我这样财星 然后15连击 11彗星 就可以来使用 我觉得相当不错 还蛮适合新手来使用 因为能力确实是有在 用来打超级战啊 这种一般的那种小关卡 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OK 就是这么个样子 这边也就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样子 还蛮猛的 虽然说这个关卡是 我错古敌人的实力 硬扛了毕萨 这个也是虽嚣啦 它星空毕萨我也没有话讲 因为对面的血就剩那么一点点了 骂骂骂骂骂骂就是这个样子啦 满给力满给力 可以哦可以哦 OK那么 这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